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站星际观察员星辰发回的消息 加拿大本周将接受大量COVID-19疫苗的注射 且预计本周将有450万剂辉瑞和莫德纳疫苗到达加拿大 但有关负责监督疫苗分发的领导人突然离职 将对疫苗接种工作产生怎样的影响等问题仍在讨论中 据CTV News报道 Danny Fortin少将于上周五被调离主持全国疫苗接种工作的职务 根据消息人士告诉CTV 军警在三月份收到一份投诉 投诉中称 Fortin少将在1989年就读于魁北克 St. John皇家军事学院时 向一位女性暴露自己 国防部发言人在上周五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Fortin少将现已离开加拿大公共卫生署接受军方调查 但拒绝提供任何细节 与此同时政府还没有指定一个代替者来接受疫苗分发的工作 而对于阿斯利康和强生疫苗 加拿大卫生部还在继续审查中 由于供应问题和罕见显年快的潜在风险 大多数省份已暂停使用阿斯利康疫苗 上个月交付的30万剂强生疫苗也尚未分发 周末加拿大多地爆发关于巴以冲突和反封锁游行 本站星际观察员Stark发回的消息 随着加沙暴力事件和加拿大限制措施的持续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加拿大各地发生亲以色列和亲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 以及反封锁游行 据加拿大电台报道 在温哥华几百名支持以色列的示威者 从市政厅游行到市中心的温哥华美术馆 呼吁该地区实现和平 在蒙特利尔亲以色列和亲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中 在市中心的几个街区同时举行 导致冲突后警方还部署了催泪瓦斯 在卡尔加里一个有数百名亲巴勒斯坦示威者的车队 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加沙地带的空袭 在多伦多 几个加拿大犹太人组织在周日早些时候发表声明 称星期六聚集在 Nathan Phillips Square集会的亲巴勒斯坦示威者 袭击亲以色列示威者 在温太华据警方称 大约有五百人在温太华市中心游行 挥舞着招牌并大喊反口罩和自由等口号 另外还有几百人聚集在市中心以西的Tom Brown竞技场的停车场 目的是表示对以色列人民的支持和他们和平生活的权利 总理特鲁多还参与了周末的示威活动 他在推特上写道 每个人都有权在加拿大和平游行 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 但我们不能也不会容忍反犹太主义 仇视伊斯兰教或任何形式的仇恨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巴以冲突的最新消息 巴以冲突持续升级 美国祖安理会介入 中国再提两国方案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加沙的冲突持续一周 在加沙的巴勒斯坦官员称 周日是遭以军近期空袭以来伤亡最严重的一天 超过40人死亡 超过一半是妇儒 以色列军方指巴勒斯坦武装人员 过去一周向以色列发射超过3000枚火箭 周団冲突造成超过200人死亡 197人来自加沙 包括至少58名小童 以色列方面称 自上周一起和共10人遭火箭袭击死亡 本周一 以色列空军继续在加沙发动空袭 但是早上就在加沙市发动了80次空袭 而哈马斯武装组织则继续向以色列南部城市发射火箭 中国外长王毅周日主持联合国安理会 巴以冲突问题紧急会议时提出四点主张 停火之暴 人道援助 国际支持和两国方案 欢迎巴以双方谈判代表在中国大陆举行直接谈判 并批评美国阻挠安理会发出一致声音去缓解局势 美国方面呼吁停止暴力 但担心安理会声明会适得其反 接下来我们关注下两条加拿大本地新闻 寒流来袭 BC省气温预计将大幅下降 本站星际观察员Stark发回的消息 在BC省的部分地区 一轮晚春的阳光和温暖的气温即将结束 加拿大环境部发布了一份特殊的天气预报 指出Hope和Mary之间的Copuyhalla Highway 和Alison山口上方的三号公路 海拔较高的地区 一股冷风将于今天晚些时候抵达 到周二晚上 高速公路的高峰数将被高达10厘米的积雪覆盖 BC省内陆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气温 也将从周末的30摄氏度左右的高位骤降 气象局说 不稳定的天气情况将使这些地区的气温 在星期二下降到十几摄氏度左右 并可能伴有震雨或雷震雨 长期的天气预报显示 在维多利亚长周末开始前 阳光将会到BC省的大部分地区 安省上演现实版三只小熊的故事 却远比童话悲惨 本站星际观察员新陈发挥的消息 安省工作人员在Canora附近困住 并杀死了一只富有攻击性的熊 使他的三只幼熊在该地区的农舍里游荡 最终获救 据CTV News报道 安省自然资源和领业部MNRF的一位发言人表示 4月下旬当得知在Canora以西的一个农村居民区 有一只大熊撕开了棚子的门 不仅进到车里还试图闯入居民家中 工作人员由于担心危险会发生 将这只熊杀死了 直到上周早些时候 Canora附近的居民Kate Chant 发现有三只小熊敲门 并在庭院里游荡 Chant立即致电MNRF并表示 他们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这只大熊有幼崽 随后三只幼崽于上周四被抓获 并计划送往一家小熊康复中心 Chant认为 这件事对当地居民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当人们不经意间做出一些吸引熊的事情时 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作为人类 我们有责任与其他动物共享环境 而不仅仅是假设一切都应该围绕着人类转 MNRF也在其网站上表示 如果熊知道它能在人类居住的地方找到食物 只要食物还在 它们就会不断地回来寻找 而迁移和驱赶熊 是试图防止与熊发生冲突的糟糕方法 以上就是本次旅行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今天的乘坐 这里是SG新闻空间站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